大家好 歡迎收看《懸疑怪談》 今天阿娜邀請來六人法科師傅 藍師傅上來和我談談 大家好 見到藍師傅 不其然地會想起一些法科的事 我知道你最近和徒弟去深山野嶺 進行私食和制憂 我和大家分享 制憂主要是一些製品 是甚麼呢 茶、酒、水果或飯 飯不會是乾飯 一定要加點水 之前也說過 因為亡者的喉嚨就會收到很窄 我們要寫一些符位 放到飯或水飯或食物 讓它開煙喉 打齋也有其中一部分 幫先人打齋也有其中一部分 小不了就是衣紙、香燭 衣紙買甚麼呢 賣金銀、溪錢、黃身錢、大佛首 舊式蓮花、陀羅尼 這些超度的衣紙類別 最重要是大鄉 是否要大多些 要派整個山頭 有墳有派墳 但大鄉需要嗎 大鄉需要 我們中間會開一個齋壇 通常會對我們的施工錯 即是會降一降臣 施工或是地主 看一看牆 如果我們做這樣派 就有很多東西圍著氣紅 我們要找一些報案 找一些大佬 維持秩序 我想問 時辰方面 你們有沒有特別選擇 通常我比較喜歡11點後 如果時間不想太晚睡覺 我就會早一點 會否有特別的日子要注意 通常都沒有 我主要都是 我看看明天早上有沒有工作 如果我不想太晚睡覺 太早睡覺 叫做凌晨 回到凌晨 我會早一點時間過去 如果真的特定日子是可以有的 例如觀音彈 或者是一些天射日 去做的 或者是地觀彈 我想請問 日子方面會否有些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通常我都會選第二招 不用做事 因為始終都很晚 回到去很晚 如果真是說那天要做的 我可能會早一點 可能亞灣11點左右開始 去到目的地 如果真是有日子 其實是有的 可能選一些觀音彈 還有天射日 天射日 然後是地觀彈 我想請問 其實無論施食 制憂 這些都是一種另類的功德 是 我會說要每個月做一次 還是怎樣 頻率要相隔多久做一次 通常我們每個月做兩次 這是我們 我知道師傅最近做完制憂 好像有些特別的經歷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我去了某個地方 又搭檀做事 做一做 其實我的徒弟都開始退後 我說甚麼退後 他們開始有些守望絕亂 我以為他們不會做 但不是 他們感覺到前方有一個很大的氣場 他們在那邊 是看到還是感覺到 他們會感覺到 有些看到有一個空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我們有張圖 師傅可否解釋一下 其實是甚麼情況 這個中間是我們中間的壇 另外我們布施時 有中間的壇 有下邊的壇 以及有地主壇 是比較龐大的處理方法 但這個中間的壇 後面有些綠色一點點 你們看到嗎 這些就是那些優徵 等等 師傅我先了解一下 十科兄弟聽得多 優徵是甚麼 這些就是 你們聽到的叫做山徵妖味 但剛才我們看的圖 就好像是燈膽 燈光反光 好像那些貴貨 好像那些貴貨 山徵妖味 是的 即是你們製憂 同時會吸引他們的出現 剛好吸引到 那他們會否跟十科兄弟 叫做爭食還是怎樣 還是路過 他們不會吃東西 他們吸香貨就有 那你們當日見到的時候 需要有甚麼特別處理他們 沒有 他們走過來才行動 其實都沒有問題 他們都不會搞你 因為他們的高度太大 可能我自己修憾 十幾二十年 但他們修憾了一千年 大家也知道 即是大家做自己各自的事 各自的事 他們都不會對我的普通百姓下手 可能他們也是好奇八卦 經過見到 經過說個嗨 現身 剛好讓我攝影鏡 我們後面是沒有燒削的 因為物理上 燒的元素會產生綠色光 會好像以前說過鬼火 是的 我看上去都很像日本鬼火 都很像 所以如果你不跟我說 說是山精妖美 我以為無緣無故 就像燈膽那些 reflection那些東西 是的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的 但你們那時也是那句 拍出來的時候 是之後看照片才覺得 還是在拍的時候 在你們的鏡頭上 都已經看到了 做完之後 我開車 我徒弟給我看 是的 幾張都是這些 即是剛好見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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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在拍嘴 我習慣了 因為之前跟我師傅 也有攝到這些東西 即是他們相對來說比較少見 是的 少拍到 嗯 說完制憂方面的事情 我想請教師傅 因為剛才我們聊天時 你又說過最近你的徒弟 也有一些個案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最近有一宗個案 是我徒弟法昆接到的 他的那宗個案 都比較像 某個國家的藍結爾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總之那段片 就是 講一個女人 搭升降機 南可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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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次 他的信使跟他先生吵架 他一支箭出門口 搭電梯 他好像說明明要 他沒有按18樓的 但是他按18樓 他出門口 出門口 他死了19樓 總之是跟南可宜事件一樣 但他未去到南可宜的情況 是完全迷惑的 他依稀記得 他搭升降機的時候 按的流程和出的流程 是完全是很不合乎的 即去了二度空間 會不會呢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是的 他就找法軍 去處理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是他有一次下班 之前有一次下班 他要回家經過某幾戶 有一戶突然傳出很惡的屍臭味 明白 然後他安裝一下 不知道有沒有安裝到東西 我不太記得了 是 他就報警 然後警察進去 找到餡 即是真的有死者 在那間屋裡 是的 應該都是獨居的 如果不是的話 應該會有人發現 是的 然後開始有些很奇幻的經歷 那個信息 可能不小心那個頻道和那位死者接觸到 是的 沒錯 我比較覺得那宗案件都比較內人尋味 因為他趕出來的情況是有點像南可義事件 我說你幸好你早找我徒弟 再遲些你真的變成南可義 又是在那裡玩電梯 蜜蜜蜜蜜蜜蜜 然後中了下去 去了水缸 找回水缸的屍 明白 即是那件事都挺恐怖 令人印象深刻 處理了現在那些信士就沒事了 沒事了 他說一離開壇之後就沒有了那種感覺 然後他好像說 都有興趣跟我徒弟 學法 所以這個案件就可以在壇處理 就不需要回到信士家裏 去做一些政責那件事 那我徒弟會處理 所以都是一個套餐 不是只做一飯就可以 可能都是要 除了去壇那裏清新之外 另外可能都要回到信士家裏 去了解一下 這樣做一做一做 沒錯 我們通常都是一次過做的 我們會叫信士上來壇 做一個小型的法事 當然要喝符水 那就要代符 然後做完之後 就約了時間再上去家裏清場 所以都有很多不同的步驟 需要大家去配合 沒錯 我們會去家裏出撒 如果在家裏門口合符 他喜歡的 會貼符 我自己做過一些案件 我有時見信士都不太喜歡貼符 怕外眼或有人看 對 怕旁邊的鄰舍會有些 我做過幾個豪宅級的 你知道豪宅級的都是 不想將家裏變得神神化化 是很艱結很清幽的 不是怕跟自己家裏的裏面 會有些錯特的東西 所以我用了少許手法 貼了一條褲 但看不到 不是整條褲全都出來了 我想八卦 怎樣可以貼一半不貼一半 或者怎樣可以不全都出來了 貼了整條褲 我會叫他買一條輝春 哦 站著蓋著那條褲 那就沒有東西了 哦 又是呀 或者叫他買一些掛畫 有些小掛畫 有些人很喜歡掛一些東西 在門口 例如複 或者掛一些新潮 或者掛一些寓意的東西 可以遮蓋它 這真的要實實在在的一條褲 就不可以寫寫花字 寧空可以寫 我們也可以做到 但貼防法會最穩陣 明白 今天跟藍師傅聊天 又學多了一件事 除了知道大家經過荒山野婴 除了十方兄弟之外 原來真的會有些山精妖美 是 比較少見 真的不提我們都沒有分享到這個知識 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關於靈異事件或風水玄學的事 都可以留意我們的懸疑怪談 今天再次感謝南師傅上來跟我聊天 我們下次見 再見